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下 再加价的车就是自寻死路了 这么一看的话 强制装潢似乎也算是一种优惠了 明明都是家用车 明明都是30万亿里 但却享受不到这次任何的政策优惠 大家好 我就是老人 欢迎收看新的一期老人问答 今天是6月1号儿童节 在经历了整整64天的居家办公之后 我终于能够坐到办公室 跟大家正儿八经的路易期老人问答了 那么首先给大家一个好消息 今天下半年才正不说了 所有单车价格不超过30万 扩湖不含增值税 而且2.0升级以下排量的乘用车 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 所谓的减税大礼包终于又又又来了 如果你最近刚好有购车计划了 先等等啊 我劝你先别急 先把我们这期节目认真的看一下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有意思的数据啊 去年12月排量2.0升级以下的车辆 占总销量95% 售价30万以内的车 又占到了全国总销量的90% 可以说这个政策 基本把绝大多数新车的购置税 都给减半了 原因很简单 支持汽车产业发展 促进汽车消费 让整个经济重回正轨吧 虽然政策没有几句话 但是有几个问题啊 我希望大家在买车之前先搞搞清楚 比如说第一个 括号里不含增值税什么意思 多少钱的车能够享受福利呢 这次政策规定要求不含增值税的车单价 不能超过30万元 这里的增值税 给我们缴纳的购置税啊 是两个东西 如果你发票上写的是含税价 那么增值税在你买车的时候 本身就包含在车价里了 举个例子 你老体上发票 写着开票价是10万块钱 那你不含增值税的车价 就是10万 除以1.13 也就是88495块6毛钱 那么我们把公式倒一倒 我们就能算出来 只要你的开票价 不超过33万9千块钱 那么你买的车 就是可以享受到 购置税减慢福利的 那如果你看中的车 刚好34万怎么办 别怕 3C肯定不会因为这个点 就放弃你的 好好聊一聊 开票价格不就是个数字吗 可以改的吗 第二个问题 如果你在6月1号之前 不幸已经买了车 但是还没有交购置税 可以享受到这个福利吗 关于这个问题 答案可以明确给到大家 那就是可以 虽然这次发布会的文件里 没有具体声明这件事 但是我们反回去看 从2015年到2017年 两次购置税下调和上涨的时候 在政策生效之前 买车但是没有缴税的车主 如果之后再去申报 那么缴纳的税率 都是按照申报日当天来执行的 这一点很重要 如果你已经不幸缴税了 那不好意思 这件事跟你没关系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车辆购置税法的规定 纳税人应当自纳税义务发生之日起 60日内申报缴纳车辆的购置税 这里说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 主要分三种情况 第一种就是30万以内最多的 正常四海店渠道购买 对于这些车型而言 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就是购车开票的日期 也就是你去四海店刷卡签单的那一天 第二种情况就是你买的是ES200G70这些进口车 那么你纳税义务发生的时间 就是这台车在海关 进关 报关的那天开始算起 第三种情况 就是如果别人送了一台车 或者因为通过抽奖什么得到了一台车 那么这种情况就按照赠予合同 或者其他法律文书开具的日期来算 也就是说把这台车迁到你名下的时间 就是你开启纳税义务计算的时间 所以说如果你在4月2号之后付款买的车 或者你早就订了车 但4月2号之后才进口报关的 那么你都可以在6月1号之后 按照新的规则享受购置税的一个优惠 但同时大家也要注意 这次购置税下调的期限 到2022年12月31号就截止了 所以如果你现在想去订一台 要等个半年以上的车型 那么恐怕等你去刷卡买车的时候 你已经赶不上这次优惠了 第四个问题和大家选车息相关的 就是买哪些车型货益最大 哪些车型最尴尬 恰好卡在了政策之外 我们接下来就直接看看 价位在30万高压线上晃悠的 这些热门车型 首先是轿车里最热门的 BB3家的34C SL和C级大可放心的去买 就算顶配打完折的价格 也就30万出头 但优惠比较少的是 R2款的3系就比较惨了 最有型的325LI顶配M 药液套装版 346900块钱 直接出局 你只能买到320全系 或者325的标准版本车型 具体价格还要看 尖销商给你的心情 隔壁的林肯Z 虽然顶配车型指导价 348000稍微超了一点点 但人家现在有一万块钱优惠 其余几家豪华品牌 凯拉克CT5 捷尼赛斯G70 优惠之后也刚好都在设程之内 对了 还有Lexus ES 如果你有幸能够谈到4万以内的加价的话 那么还是可以享受到优惠的 开上乞丐版的ES200 开玩笑了 ES现在哪还敢加价 现在这个经济条件下 再加价的车就是自寻死路 Sorry 为什么要说这些车 因为这些都是压线的豪华品牌中型车 购置税减半的话 优惠能够达到12000块到14000块钱 还是相当吸引人的 而在SUV阵容里唯独被排除在这场游戏之外的 就是全系2.3T的福特探险者 还有3.0T的坦克500 奥特说到排量 一样因为排量出局的 还有BLZ和即将上市的GI86 但最尴尬的一定是使用 丰田2.5混动 或者马自达2.5自吸车型了 明明都是家用车 明明都是30万一里 但却享受不到这次任何的政策优惠 最后再来看一下MPV 奥特赛基本不受影响 除了两款福祉车 其他都可以享受到优惠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 4S店会因为购置税减少 而减少你的新车优惠吗 其实购置税减少 主要关乎的是消费者的利益 因为购置税是消费者缴纳 与4S店本身并没有太大关系 而且以前有一些4S店本身的优惠政策里 就包含了减免购置税这一项 因为4S店帮你出了这个钱 所以这样来说的话 如果他们能够适当增加优惠力度 把车价压到优惠政策的限额之内 对于4S店而言销售上也是有利的 况且还有不少车企 主动加码优惠 推出各种各样额外的补贴 和额外的政策优惠 甚至免除购置税或者倒贴购置税 如果你有了心仪的车型 不妨也可以去主动了解一下 而对于日常折扣比较稳定的4S店而言 更低的开票价 本身也能帮他们免去一部分增值税的缴纳 并且在车市即将热闹起来的时候 谁也不想因为优惠力度缩小 而丧失了竞争优势 导致销量的下滑 而且口碑也受到影响 这样的操作 在现在这个经济大环境下 没有几家敢这么干的 所以车价优惠力度这件事 我建议大家可以适当放心一点 但也不排除一个情况 就是有时候大家都在6-7月份 赶着去订车买车 发现现车紧张的话 有一些企业或者有一些经销商 还是会缩小优惠的 这一点怎么说呢 价格决定不需关系